媳妇 今晚上咱就住服务区了啊 好 今天晚上又要住高速服务区了 像这样的节假日期间服务区里的车还是挺多的 大家都是在这稍微休息一下 而我决定今天就把家安在这了 买了一个凉皮 一个煎饼 带到车上去吃 这就算是我们今天的晚饭了 这味道是一如既往的难吃 服务区的大厨永远发挥的那么稳定 主要的价格还挺贵 这一个煎饼27 其实他们明明可以用抢的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给我个煎饼 我们的旅行过程中多数时间是自己做饭的 但今天赶路赶累了 来不及做饭了 去将就一下吧 接下来得赶紧把房车整顿一下 让媳妇上床躺着休息 有很多朋友想知道房车拓不拓展 空间的区别大不大 今天给你们看一看 这是没有打开拓展的房车的空间 接下来我把两侧的拓展打开 把后排的床铺好 给大家看看打开之后的空间什么样 来看一下对比是不是还是挺明显的 一下就感觉宽敞多了 我看上条视频好多朋友都在质疑 房车上高速是不是免费的问题 其实我的房车是挂蓝牌的 碎本就可以驾驶 最多可以坐六个人 所以它的路权和普通的家用血浇车是一样的 平常高速收费一样 节假日也会免费 限速120也可以走左侧的快车道 在行驶过程中房车就可以给自己充电 所以说我的电是满的 生活用水还有75% 我还带了这样的凉桶 一共30升的饮用水 这样至少一个礼拜不需要不睡不电了 打开热水器 一会儿冲个澡 现在的水温是27度 我们晚上在房车里的娱乐活动一般就是两口子一起看个电影 一会儿的功夫水就加热到65度了 我的热水器是柴油实时加热的 热水提供的很及时 不会放一会儿就凉了 把周围的影子连拉上 我们就准备洗澡了 行了 接下来的内容就别看了 不适合和你们分享了 我们准备洗洗睡觉了 大家晚安